林口近十年来的人口增长幅度 在去年已经来到了新北第二 房市的刚性需求大 看好此区的发展 台湾房屋在林口再度斩电 而面临现在房市所遇到的政策调控 总裁彭培耶表示 国内的房地产会受到一些政策性的一些影响 出售方对于原物料的这个上涨的期望 所以目前呢这个价格呢 就产生一些这个停滞性的一些成交 这个房价呢 在下一波仍然会反映到某种上涨的趋势 台北的房价的外溢效应 所以非常适合一个渔居的城市 能够满足年轻人购物的一个首选 加入到我们台湾房屋这个品牌 我想让每一个同仁都能够透过好的教育训练 了解到房地产的趋势 能够帮助他成交 帮助他成交就是帮助他的蹊跷成长 台湾房屋三井福伦电东 已在林口生根12年 对林口未来发展相当期待 我们这个位置刚好在我们三井Outlet 然后我们的福伦公园 其实加盟台湾房 我会以新型的房仲代销来 去做经营的模式 去做客户的服务 林口部分我已经是生根了12年 在这边我们有地缘性 那也看好林口的潜力是不一样的 重大建设的进驻不仅带来人潮与就业机会 更是替一座城市注入活力 相信林口未来的发展指日可待 中时新闻网综合报导